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李征 2020年的一天 一位叫刘旭帆的年轻人 走进了汝山市人民医院 成为了这所医院的一名医生 当时呢 他满怀憧憬 希望用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 专业的诊疗手段 去帮助患者就此扶伤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第一天职业班 他就遭遇了挫折 甚至让他开始怀疑 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 那一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对刘旭帆的未来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眼前的一幕 发生在2020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 刘旭帆到医院工作后 第一次职业班 就遇到了天花板级别的病例 也正是这一天 改变了刘旭帆死后的人生 我的第一个夜班 就遇到了一个慢足肺 可以说是最顶级的一个病人 我们叫天花板效应 就是任何药物 对他效果都微乎其微 他由刚开始来的时候 大口喘气 然后又浅又快又急促 到后来就慢慢地 就是气若油丝 以前发作过是吧 危急时刻 刘旭帆果断做出了一个决定 已经到了最危重的时刻 必须要去玩茶馆了 就在刘旭帆 把决定告知患者家属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 让他很难理解的事情 家属就在那儿犹豫 就在犹豫的一个间隙吧 病人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那时候就跟家属说 如果再犹豫几秒钟 对他的生命来讲 都可能是无法预知 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 显然 患者家属并不理解病情的严重性 刚刚不就是咳嗽的厉害而已吗 怎么就需要插管了呢 而看到刘旭帆医生 万分着急的样子 家属最终同意了急救方案 去玩茶馆 茶馆之后 慢慢慢慢的 他的意识就恢复了 惊心动魄的急救之后 刘旭帆疲惫不堪 而这一夜 他始终无法入眠 他不能理解 一个可预防的慢性病 竟然差点让患者失去生命 而患者及其家属 对此认知却少之又少 这个慢阻肺呢 中国大概有一亿的慢阻肺患者 这些患者呢 往往等他发现 他有气粗的症状的时候 他的肺功能已经下降了 大概50%左右 但是很少有人 尽早地去贯注他 慢阻肺 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部分患者早期可无自觉症状 随着病情发展 会出现咳嗽 咳痰 气短 这是一种常见 也可防可控的疾病 但如果不进行医疗干预 就会导致呼吸衰竭 等严重的并发症 几十年 我遇到过最长的病史 有50年 60年的 当然了 这中间可能有哮喘的一个存在 但是确实有病史 在30年以上的 来就诊的时候 居然是出诊 出诊就是第一次就诊 这就意味着这30年的期间内 他没有看过 没有正规的就医过 就是觉得30年 30个365天 都流失了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酒要有钱不够用 还是酒要有咳嗽 到底是哪个现吃的 现吃鲜 咳嗽点 最多 好像拿鞋子也有 有多少年了咳嗽 咳嗽 就业人一毛 是 几十年了是吧 就是没有什么大事 正因为慢足肺病的发病 是一个长期过程 才很容易被患者忽视 而多数患者 对慢足肺病 一般都知之甚少 很多人无法去重视这个问题 包括家属也是一样的 他们觉得 不就咳嗽点 传点 有什么可怕的 他跟高血压和糖尿病 觉得还不是一个概念 他说我觉得 他并不次于高血压和冠心病 而且这几年 他的死亡率仅次于心脏病和脑血管病 大叔 来查房了 今天觉得怎么样 喘气还能好一些吗 干 掉 掉 他左边的肺大胖太厉害了 达到气胸级别的听诊水准了 肺大胖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大叔 我真的是嘴皮子都磨破了 孩子嘴皮子也都磨破了 我甚至觉得 他自己都知道抽烟是错的 那时候也跟我说 这个破烟有什么好抽的 可是就是停不下来 你说不生气是假的 早日康复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刘续帆会经常生闷气 他问患者及其家属 为什么对医生的叮嘱 完全不当回事 不早点来医院就诊 致使明明可防可控的疾病 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我下班之后 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 突然的就很悲伤 就觉得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为什么不运动一下呢 或者说 简单的一个吐气方法 我们有时候会教病人 吐气的方法 你也不肯 这多简单呢 一点成本都没有 第一次职业班那天 刘续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救下来的患者 半年之后又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他第二次抢救的时候 还是来晚了至少一个星期 他都已经这么重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彻底遵从医嘱 这位患者给刘续帆带来 巨大的心灵冲击 但是他渐渐开始反思 一味地埋怨患者不听医嘱 不早点来就医 并不会有什么效果 作为医生 应该转变思路 主动出击 自己去为患者 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你意识到 你不能理解别人这件事情 是错的 理解别人是对的 很简单 如果换一个身份 你是他 他是你 你在他的成长环境下成长 你在他的家庭 社会环境下成长 你就一定比他要好吗 你凭什么全部都是指责 没有一点点的理解 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 刘续帆意识到 很多人是做不到 一有不适 身体发出警报时 就能及时到医院诊疗的 此刻刘续帆作为一名医生 从埋怨转变为理解 开始做到与患者共情 我望着远处闪烁的急救灯 心中思绪万千 因为我发现 有些病人会自我选择地走向 逐步加重的境地 而这一切就像是一个魔咒 难以破除 从那一天 我就在想 传统医疗里 我们等待着病人的觉醒 前来就医 为此我们做了太多努力 是不是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办法 让他们主动打开心扉 投入现代医疗的怀抱呢 刘续帆意识到不能在医院被动地等待 而是要到患者身边去 科普医学知识 做好宣教和提前预防工作 于是下班以后 刘续帆经常抓时间 主动报名参加议诊 他享用个人的力量 能帮多少是多少 尽力而为 最疯狂的时候 应该就是 一个月每个休班都去 每个休班说 我要参加议诊 就是夜班有时候你不睡觉 第二天你去议诊 你在路上 你醒了之后就觉得 我是谁啊 我在哪儿 大奈 我跟圆了给你砍一下了 大奈 我跟圆了就能给你砍 你喘情不好吗 大奈 你喘情还不好吗 我去年妈来 有黄黄黄死了 发晃 护士护士护士 有发晃是吧 我刚才想我 你说有点发晃 我没有症状呀 我还能上山干活呀 我不就是个咳嗽吗 我还用得着过来看病吗 他不是 故意的这样来对你的 他只是不明白不懂 所以说你就要跟他们讲 说你心别生气啊 或者说别不耐烦 这个就是当聊天都可以啊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慢慢的慢慢的 一点点拉近距离 才有可能去让他们去听一点你的意见 过去经常为此生气的刘旭帆 开始变得特别有耐心 他甚至会做一些看似与诊疗无关的事情 比如去患者家串门 拉家长 拜拜 拜拜 我有朋友再过来 不客气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一个病人跟我说 他把那个药给停了 我说为什么停了呢 你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吗 他说对啊 我是好了好多了 但是他们说里面有些成分对身体不好 我就自己去买了一些小药丸吃 我说他们 他们说他们是谁啊 而是我邻居 我当时就是 真的就觉得 无雷轰顶 就觉得我不如你邻居吗 就 我怎么样也比你邻居 更专业一些吧 他为什么宁肯 对一个邻居的话 都这么善心 但是对DUF的话 他有时候就会 知我网闻呢 我以前总是就会觉得 你要把治病的话 说得透彻 要关心病人 这些我都想到了 但是那天 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要和他保持足够的熟悉度 有喘的毛病吗 有喘的毛病吗 有 有啊 能听见辣四股仙的东西 还能听见辣四股仙的东西吗 出来一诊的时间越长 刘续帆与患者的关系 也越亲近 就是有些大爷大妈 他就 在他这个坐着上 他不肯离开了 就一直会不停地跟你说 哎呀呀 我这个 这里也不好 那里也不好 就是后来就已经开始说到 平时在生活当中 就是 会说哎呀 我前几天这个 哪里就是崴了一下 他就会把自己生活中的事情 拿出来跟你分享 倾诉的欲望很强烈 这种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很可爱 但是有时候 你安排了很多 这个一诊病人的时候 你又会想 哎呀 早知道最后一个 看这个大妈了 可以跟他闹更长的时间 因为后面有一些病人 他们就在那脖子都伸老长了 你又不忍心 就是打断他 那段时间 刘续帆就是个拼命三郎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让当地的村医 组织经常咳嗽 并且有吸烟室的人 前来会诊 老人们感受到了真诚的关心 逐渐也对他建立起了信任 制作表格 记录就诊人员的症状 以及变化 长期追踪 回访 疑似患游 慢足肺的人 通过这些繁杂的工作 筛查出的慢足肺患者 数量之多 让他颇为至今 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 挺多的 居然在60%左右 这个病就以 就以这个隐蔽出名 没有症状 潜伏期太长 偶尔咳嗽个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的都有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会导致很多很多的病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有问题 群体如此之大的慢足肺患者 让刘许芬冷静地意识到 靠自己单枪匹马是不可行的 他回到医院去 希望得到院方的支持 让预防慢足肺病 像预防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一样 能纳入到医院的 慢病管理体系之中 我们医院聚焦百姓的需求 把医院的服务模式 从以治疗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进行转变 以前呢 我们主要这个网络 就是三高公管 六病同房 主要是针对高血压 倒血汤和高血脂的 这个刘续帆医生 他就是通过下乡的时候 发现村里的慢足肺的患者 特别特别的多 他下乡去的认识这些患者 他直接到这边来就诊 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的 这种健康方面的一些指导 他可是出院的这些患者 他也都留有患者的这些信息 也有一个微信群 然后一个可以点对点的 对患者进行这种健康的指导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大多数的基层医院医护人员 工作已然非常繁忙 要额外把慢足肺病 也纳入医院的慢病管理体系 意味着大大增加 医院和医护人员的负担 刘续帆设定当下的目标 是让自己做一个先行者 能够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 我以自己为样本 我确实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我也确实是有困难 然后我依然坚持在做 把这些记录下来之后 就能大致知道一个大夫 临床大夫 我们老说医防融合 医防融合 其中的医防大夫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到底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成本高昂 但是意义重大 刘续帆心里很清楚 自己要推动的事情将会无比艰辛 但他们想到 听完他的报告 医院十分重视 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在涉及致病救人的根本问题上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020年以来 国家非常重视 这个医防融合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世界 推进整个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严实 那么六曲范大夫 也这样做 我们医防融合 埋程病专家组织成员 这样积极推进 满足肥的方式工作 我觉得这个医防融合 大方向不会变 将来可能我们要做的 更加这个静细化 心细化 真正把这个医防融合 做实 把这个叫喇叭行 受到这个撕毁 得到院方支持的刘许帆 彻底放开了手脚 利用自己大面积一诊 得到的案例样本 他做了非常详细的 关于慢足肺的 慢病依从性培养计划书 它是具有我个性化的一个样本 如果要复制的话 就可能需要 其他的一些 合适的一些大夫来复制 然后在不同的大夫之间 找到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度 刘旭帆的理想 就是推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慢足肺的前期干预周来 而近些年来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 慢足肺病的医防融合 我就感觉到这个事情 一定能做好 一方融合是必行的一个国家政策 创新是一个重中之重 如果没有足够的集体智慧的话 凭一个人两个人 凭一百个人这个事情 它也做不到一个 能在全国推行的一个模式的 我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 能越来越多 这样的话能给国家 更多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样本 刘旭帆说 经常有朋友开玩笑 说他一个最普通的基层医生 老是想着国家的事情 而他的回答是 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 也是自己的事 因为他是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 是自己永远的职责 如果跑马拉松 是你的毕生所爱 那跑马拉松累不累 累呀 但你快不快乐 你快了呀 我也是这样的 医生这回工作 他本身就累 你如果说 你想尽快地成长的话 你也会累 但是你会快乐 因为这是你想要的生活